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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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新星集的相聚一刻 今天我請了我的老朋友 是 綠野林的 流動生命的 老闆 周紹翔幫士 很開心 剛才我們才想起 為何我們今天不加插現場觀眾 原來你又今晚有空 真的浪費了 不過不要緊 我們實在太多要說 這個閒話少說 我們立即入正題 最近坊間 很多風風雨雨 很多人出來說話 我都聽到驚惡的消息 大家觀眾聽眾都知道 我有兩個讀書會 連我這邊都立了 這樣 我們在想 好不好採取行動呢 因為一講到事情都很誇張 這樣 剛好 阿祥哥又最近 原來你有份的 哈哈 那我們不如今集說一下 這個呢 以假修真 到底這個世界 什麼是邪 什麼是正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什麼是對 什麼是不對呢 有沒有對錯呢 是不是你 要從頭到尾都不犯錯 才可以出去教人 去貢獻 這樣 阿祥哥你沒有犯過錯嗎 哈哈 如果沒有犯過錯的人 都不是人 啊 小明 當然有啦 那由你開始了 我們今天拿 哪些案例 什麼人物來講呢 這樣 你剛才提到那件事 都是阿祥哥壞的 哈哈 阿祥哥 搞不搞你 我找不到吃 為你試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呢 阿祥哥這個性格呢 都是很特別的 經常搏鬧 多人被人 享受被人插 總之是有一種 不知什麼 意識 我覺得心理一定有問題 哈哈哈哈 好地地 你乖乖地就沒事了 那為什麼你要做事 要搏鬧呢 結果呢 就是前幾段 搞到出席一次的對談會 搞到不出席 當然 哈哈 他們的主持 主辦當局就說 你不用這樣啊 好了 那什麼事呢 那天 就是 他們想講 一個提網 就是說 如果耶穌 佛陀 佛陀 VV混混混 那是怎樣啊 V混混 很多人都覺得 宗教神聖 耶穌很偉大的 佛陀很偉大的 那我就拿起這些來講 好了 其實呢 又是他們 提起兩位人兄的 這兩位人兄呢 最近 我都一直想了很多事情 那天提出 第一位呢 我想你聽過的 就是江本聖 Dr. Emoto 是的 水之秘密 是的 他就是姓江本 他的名字叫阿聖 那這位江本博士呢 我想大家都很多 我們這一行呢 都聽過 他有本書的 生命的答案 誰知道 那後來呢 那本書是日本文寫的 後來有日本人 日本人寫了一本書 就是 生命的答案 誰誰不知道 哈哈哈哈 生命的答案 水什麼也不知道 有多好啊 那是什麼事呢 江本聖呢 在十幾二十年前 就開始做一個實驗 他本來就不是搞這行的 他又不是什麼博士這樣 他 就只不過呢 就是去研究一些水 聽說話呢 他初初是研究環保那類的 就是他比較一下 在瑞士大城市 那裡的食水 和紐約的食水 和倫敦的食水 在那裏做一下做一下 他呢 他自己說 就發明了一個科技 就將水 就是 突然間呢 就降溫到 寧夏攝氏 不知道幾個度 有一個限額的 那些水呢 就變成結晶 結晶的 結晶體呢 原來都不同的 就是瑞士的城市 和丹麥的城市 和日本的城市 那些水的結晶 差很遠的樣子 一般來說呢 就是 環境越是乾淨 經常呢 那些晶體越漂亮的 大城市的水的晶體 就很難看 甚至是看不清楚 不Sharp的 進一步研究發現一件事 就是 我們對水講話呢 講完之後 那些水的晶體 它的樣子是不同了的 你讚它呢 它就很漂亮的 就是很Sharp的 你罵它呢 它就像一批東西一樣 還有那個形象很醜陋的 那它又再做研究了 就唱一些聖詩 對它練一些經 或者是罵它 講粗口 就說我不要你 你很壞 那一隻 那我發現呢 那些水真的不同了 揭出來的 那又找人寫字 寫了一些字 就貼在一瓶瓶水那裡 祝福它呢 那些水就很漂亮 那長歌長下怎麼說呢 甚至它說呢 他聽音樂呢 聽貝多芬也很漂亮 聽一些很難聽的 Heavy metal的音樂 它又很肉酸 那播一首Broken Heart 那它做出來的晶體 真的有個心靈 是裂開了的 好了 那我出了一本書 全世界轟動 那它又說呢 就請一大堆信眾 在高增影響下 日本有個壺 就是污染得很厲害的 那跟它念經 念了一排之後 就在半小時之內 那壺清了 三天之內就沒有污染 那麽這樣 好了 那麽這次就繼續出書 繼續 跑雲全世界 他來過香港的 那次他來理工大學演講 剛剛走了我才知道 那前年呢 秋天呢 他來香港的主持 在我們這裏呢 就是主持一個水滴儀式 那樣 阿祥哥來當手了 怎知道我去到 他就重病 出不了 就是在酒店那裏 在房間出不了 結果就沒有人了 床哥不斷講什麽其他事情 就說完省了一面 那兩個禮拜之後呢 他就過了一生 他小小 好了 我們說什麽呢 他死了之後呢 那些人就猛爆他的東西出來 其實一早已經有很多人說他 第一 他的學位呢 根本就是博猛回來的 就是360元美金 在印度一間野雞大學那裏買回來 每人都可以買到的 我又買 我都想做Dr.S 是的 360元美金我給得起 美金我給得起 那個呢 就是另類醫學博士 那麼就知道他 第一 第二呢 他那個做的實驗呢 完全不科學的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 就是 人家不可以重複做到 還有人家做過的話 他就含鬱烏烈的 他自己承認 他說 我都不是搞科學的 你不要當我這些是科學 你當是科學的小全體 你當我這些是寫一首詩 都不行 我用一個比喻告訴你 這個科學不重要的 重要就是 這是一個比喻 他自己承認 他自己是不科學的 那些人又爆出來 他說他並沒有公佈到 他拍攝全部的相片 就是說 你拍了一千張 選了兩張 是最適合你的 這樣就一定得了 對不對 你拍無數那麼多相片 你選擇 任你解釋 所以這個是絕對不科學的 他說了這麼多 於是有人寫了 說水什麼也不知道 就是這樣了 他說現在 他都離開了我們了 我就想到這件事 阿祥哥的確知道 就是很多人 因為他這一套 這樣的說法 而開悟 生命是改善了的 你現在問我 譬如我出去演講 我下個禮拜就是了 我就說 這些 譬如下個禮拜我就說 我講 Happy Food 即是食物 法樂的食物 那主辦當務就說 不讓我這樣說 就是說 喂你怎麼知道 食物是法樂 對不對 我跟科學科學來講 現在科學證明不了 但是 但是水是知道的 水是 跟我們是有溝通的 可以令到這些食物很開心 是完全可能的 只要你明白 水是跟我們有回應 水是有記憶的 水是有感情的 水是有反應的 那麼他們現在是不相信 我馬上的 有一個肝本性做這樣的事情 證明了 那他就要聽了 是啊 但是現在 我又不能說了 肝本性是假的 他的實驗是 是站不住腳的 這樣 怎麼看 我們就要說一下這個真和假的問題 還有是個結果的樣子 是的 結果似乎是 因為他 說謊 你當他 因為他做些不科學的事情 因為他 要找個什麼博士銜頭回來 這些都是我們說 是很錯的東西 是騙人的 但是騙了人之後 這個世界上有一樣東西叫 white lies 善意的大話 女朋友問我 你是不是愛我三六十年 我答慢一點 yes都死了 是不是 下世你娶不娶我 我怎麼回答 下世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做人 你們這樣回答就沒有 這輩子都沒有老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不是 這些才是善意的 當然我是你三六十年 第四年三世都說 我也要找回你 那有什麼懷疑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怎麼辦 哈哈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因為最近其實除了江本聖之外 那就是跟你同場去搞這個 什麼VV1的workshop的朋友 就是連Gash Michael 是呀 都藍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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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開性愛派對呀 那我沒有去過的 然後之後很多朋友找我聊天 她說 Aisa 你知不知道有這樣的事 那我說 我真的搞讀書會 就搞讀書會 我們注重的結果 就是到底你說的一套 對我有沒有用 是不是真的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in my life 就是 是不是我真的可以用到 而令我生命不同呢 喂大哥 現在外面 這麼亂 這麼艱難 這麼多事情 如果我 譬如因果法則 他講得這麼簡單 那我就跟著做 真的很多事情不同了 譬如我們這裏整個 匯志社的經營 譬如金錢 關係 人員 是大大地改善的 那你覺得 Gashie Michael 你之前跟誰拍拖 跟誰結婚 你搞過那些什麼 關不關我事呢 喂這樣 但你說注重的結果 是不是可以不擇手段 完全不擇手段 你的位置去到哪裏 你要先落到哪裏 如果殺人放火 但是令到你現在這裏碰了 那 那你殺人放火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 你又抵線 你又抵線 但是這樣說 我剛剛才去完這個 十日禁語營的三日版本 就是去完十日去三日 他講其中有一個 佛陀講有一個故事的 有一個人 他很喜歡殺人 以前的年代 在印度殺人 不用填命 中國有一段日子都是這樣 很久以前殺人 不用填命 然後他殺到第九十九個 他就要找第八個 就要湊夠一百個 是嗎 這個好事 他怎知道他湊夠一百個 因為他每次殺人之後 他就斬了一隻手指出來 就掛在頸上 不知道他曬乾了 還是怎樣 為什麼不發臭 為什麼不吃 總之他就有九十九隻手指 他就要儲了第八隻 他就很安樂 然後他去到要殺第一百個人的時候 當然這個人是充滿憤怒 當然他的童年很坎坎 不然你怎麼會拿這樣的志願 要殺一百個人 是不是 他殺到第一百個人的時候 誰知道被第一百個人點化了 被他點化了 他就放下圖 立地成佛 然後他就突然去修行 然後他就看破紅塵 原來殺人是不可以減退他心中的怒氣 而且不可以減退他任何東西 反而令他更加憤怒 然後他就用這個經驗去嫁化人 那些人一聽他的名字 他有個很勁抽的名字 例如是連環殺人王 或者怎樣 那些人一聽他的名字就很害怕 你來和我傳導 你不要開玩笑 你殺了我的爸爸媽媽 哥哥 因為他牽涉到一百個Families 然後他就說一件事 他說現在你和我就是一樣 我以前就是這樣 所以我要殺人 現在你也是拿著我的過往去控訴我 然後大家都沒有平安 然後他就是 以他這個經驗 殺了九十九人的經驗 去教化了很多人 但其實 如果 其實你大可以說 你搞錯了 你殺了一個人 你應該去填命 你應該去死吧 你來教我做人 你傻的 但他上天是用他 嗯 好了 講回隔西這個故事 不知道大家對於隔西的認識有多少 長環點說 你介紹幾句先 那隔西呢 其實他本來是一個讀書很堅 很厲害 好像周時常博士 周華山博士 讀書厲害到 就去白宮握手 是啊 是啊 有Top10 全美國他畢業那一年 是最厲害的十個學生 全美國 是啊 即你讀書讀到 美國都二三億人口 當年 現在都三億 三億幾 那你讀書讀到 去白宮握手 這個不簡單的 即是說你三億人口裡面 是最厲害的十個 你才可以握手 是的 那誰知道 他就突然間 他媽媽 他爸爸的弟弟 在很短時間之內 連環地去世 講的是一年 還是一兩年的時間 去世 那對於他來說 他讀書厲害 都沒有用 突然間 家人全部都離開 那他就變得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那有一天 就有個印度同學 就跟他說 嗯 你想開 你去印度吧 這樣 他就 蛤 去印度 我又不會講印度話 又沒有錢 他就說 很簡單的 你去這個 Academic Secretariat 即這個校務處 就申請 就是 suspend一年 即不讀了 這樣 那他就會讓你離開 那他有沒有搞錯 那他就去了做 那他就去了 校務處說 哦 你想去旅行 你去做什麼 那你去吧 你去完回來再繼續讀 那他又說 我哪有錢呢 你去印度也要買飛機票 那那個印度人又說 你其實可以呢 申請過什麼什麼的資金 就可以買了機票去的 那他就因為就是這樣 就無端端過了印度 就開始了 一生人的那個 這個佛學之旅 然後呢 一直在印度 就留下 然後又去了 一些不同的寺院 就去修行 就後來成為了 六八年來 第一個西方的人 可以拿到佛學博士最高榮涵的 那他讀書 一定不講得少 因為他用那些 那些繁文去讀的 然後跟著呢 就繼續講的故事 就是 有一天到他要升級了 終於升到最高的學位了 這樣 誰知道他師父就說 你還有一個試未考 他說還有一個試未考 怎麼搞錯 為什麼 他說讀完了 沒有東西再讀了 他說不是 你還有一關未過 就是你要去 用這個金剛經 你所學的東西 去賺錢 他說賺錢 我最討賺錢的 如果我喜歡賺錢 就不會在這些 山頭那裡去過幾十年 他說你不只要賺錢 你還要去紐約 而且要加入這個鑽石行業 他說 第一我最討厭紐約 第二我好討賺錢 第三我覺得鑽石行業 髒髒 他說不要做這件事 然後師父說 你不做的話 你不可以畢業 然後他就很無聊地 很無奈 因為他們始終都要聽老師的命令 那麼 典了一排之後 就終於真的下去紐約 就去賺錢了 就利用金剛經這一套方法 而師父也說 你去紐約那裡去賺錢 你不能夠告訴別人 第一你是分為學博士 你也不能夠告訴別人 你現在在做實驗 你就只能夠去賺錢 就用金剛經 去賺你的頭的一百萬美金 於是他去了紐約 就去做這件事 然後故事的後面就是 他是要去上很多課 因為他不懂世間的東西 他首先就去學了一些 寶石鑑證科 然後就做很多小生意的事情 去學這個真正 USC 然後最後到財目去賀貸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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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于是,就有一天在不同的学校说求 有人听完我说 pronto就觉得 很吝发性 你们说可否可以开出一本书 他说都好,愿意开出一本书 出一本书之后 刚刚寫完整本书 飛车说出版社就闭关了 闭三年三个月,�三天 闭关后到底本书是否出版 能卖入吗? 还是被人决亡? 还是他什么都不知道 三年三個月零三日之後 出了一關就發現這本書非常之紅 全世界都不知道幾個語言 事情就是這樣 那我講完的 下集大結局了 你說少少好了 因為剩下兩分鐘 你只能夠講兩分鐘 我講一下我自己對他的印象 我第一次看Diamond Cutter這本書 中文叫做當和尚遇上去轉石 看得挺辛苦 他不是一個特別會寫書的作家 英文是更加難聽的 台灣版不知道是說什麼 看劇都不知道說什麼 我看了十次都有 十次 其實不是每個字只有 但是因為我有時要講 要討論 要找一些東西 但是看劇很多都不是 我不敢講我命 所以我才看這麼多次 終於今年年頭 我就有機會見到一個真人 他經過香港 前年都在大陸的人都說 他回到大陸 很受歡迎 今年就見到他了 他真是一個超級巨星的講者 很恐動 我和成班同事 第一次見到他 都是非常受到感染 長哥 Before 你要繼續講之前 我們首先先休息一下 因為已經夠了 我們待會再講一下隔西的魅力 是怎樣 好 我們待會再談 我再講一下隔 你可以講一下隔個 再講一下隔一個 有兩個字 頭到大陸 反而不小心 我快點 我快點